我们现在三二一 拉下拉开 大家看 哇 果然的话呢 还是我们中间这个船块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期的话 最快的船 就是我们这个船 不过可惜就可惜在于 这个船是 很幸福的吧 小时游戏 热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孟轩 欢迎来孟轩的 创意学堂 那本期的创意学堂呢 是交代速的一个 我们身后这样提速 最快的一个 这个交通工具 相比很多玩家 一个老玩家 应该都知道 在2015年的时候 是更新出来过一个 超音速船 就是通过咱们的一个 这个水的流动 来带动一个 瞬间的船的一个加速 不过那个东西的话呢 是需要通过一段距离的加速 才能达到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速度 不过最新慢慢更新的铃铛 可以大大提升 我们这个超音速船的 一个这个提速的 一个这个 时间范围 相当于一瞬间 就可以提到一个 非常快的速度 好的 那我身后这种 不同版本的音速船 究竟如何制作成呢 听众我去 拜拜 好的 那我们整个的一个 新版本的超音速船 的一个制作方法 也非常简单的 想必大家看了 整个的一个 这个音速船道路 的一个全体呢 就知道 整个的一个 这个道路 应该如何制作 其实本期的视频 是给大家进行一个 这个比较和讲解的 请大家耐心的一个观看 本期呢 首先先来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 一个这样的超音速船 奇袖相当于是 我们的一个这个 船碰到我们的一个 新版本的铃铛以后呢 会被他击飞走 然后这样的一个 效果的话 如果我们在道路上 摆着一横排的 我们这个铃铛的话 我们的船 被我们的铃铛 给击飞以后 会得到一个 短暂的提速 这样的话呢 都会铃铛 给他进行个击飞 做会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提速 就像是这个样子 大概 我们的船 一下就可以飞了出去 其实的话呢 我们这个新版本的 音速船 要比老版本的 音速船呢 非常方便的 就在乎于 它的一个瞬间提速 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相当于老版本的话 会要经过一个 很长的一个加速段 才能进行一个 很高的一个速度 而我们新版本呢 出船的一瞬间 就会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速度 大概这个速度 真的是已经够 你生存面够用了 这个速度的话 相当于是 真的是比我以前 做的那个 矿车的一个速度 要快上非常多的 而且我们的船体 不仅仅是可以 从那边过来 我们还可以 原路返回 而且以前的 那个老版本的 水流加速的音速船 是不可以 原路返回的 所以这个也是 大大方便于 我们生存的一个 这个原路返回的 一个这个路途 这边的话呢 怎么重新放上 我们的一个船呢 在另外一个端口 放上我们的船 依然是可以 传送回去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好的呢 讲讲这么多呢 其实很多小粉会问到 孟轩 我们的一个 生存模式下 铃铛是不能 进行一个合成的 那么如何去弄到它呢 其实像每一个村庄里面 都会自带一个铃铛 因为这个铃铛呢 是用来警示 我们的一个 这个村民 预防我们的袭击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窃取到 他们的铃铛 进行一个 这个船的一个加速 不过 你又没有找到 这么多一个铃铛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利用到 我们的一个切实际 也就相当于 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 就是首先先摆出 一个横排的 一个加速带的一个兵 这的话呢 是一个我们放住船的 一个位置 然后找到一个铃铛 就是我们村庄的 一个铃铛就可以了 接着的话呢 在铃铛前方 摆至一横排的 一个整个切实机 就像是我们的一个 刚刚 就是这条路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道路 我就被打执行的 限出了 就是我们一个 这个第二条的 一个主干道 只需要用到一个铃铛 就可以做到 刚刚一个效果 当然的话呢 这个音速船 会要比一个 全铃铛的音速船 会要慢上很多 不过的话呢 慢的一个速度 也只是慢到一个 一秒到两秒的一个样子 并不会慢 特别特别多 只是说呢 如果你是创造模式下 还是推进一个 这个非常多铃铛的 一个多版本 铃铛的一个音速船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 只用到一个铃铛的 一个音速船 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放置一下 再看 只用到一个铃铛的音速船呢 很明显就要比我们 刚刚那个全铃铛的音速船 要慢上很多 不过的话 这个在生存中 已经是非常够实用了 而且的话呢 只要你的一个 这个切实机前方的铃铛够多 也就相当于 他们的提速呢 就可以非常快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两边的话 分别放上窗 我们来拉下我们的拉杆 大家看 右边的那个船 铃铛要比我们左边的 那个船要快成很多 也就相当于 是我们的切实机前方的铃铛越多 它的一个加速度 就会越快 这些话呢 我还研发出来就是 我发现 每一个铃铛中间 如果空格一个铃铛 甚至多空格几个铃铛 它的加速度会更快 不过的话呢 缺点就在于 它们非常的不稳定 我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先把这边的红色关下 这里的话呢 这里是每一个铃铛中间 空一个空格 我们来放置一个船 大家看 这个船的话呢 移动的一个速度 其实是要比我们右边 这个船移动速度 要快甚很多的 不过它非常不稳定的 就在于它中间有空格 很容易船就会陷入到 这个空格当中去 所以的话 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我也不愧简单用到这个方法 不过的话呢 这个船的一个速度 的确要比我们右边 这个一横排 不满的一个铃铛的 一个速度 要快撤很多 那我们现在来调试一下 让所有的一个这个船 并肩作战 看看哪个的速度 是最快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放置一下 我们每一个的 活塞前面 来放置一个船 实际上呢 我比较担心 左边两艘船 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它们的一个速度 不过我最看好的 就是我们的黑马选手 就是我们这一个 一横排的这个铃铛船 其余的话呢 得它的一个速度 都没有 真的这个中间 这个主干道的一个速度快 我们现在 三二一 拉下拉开 大家看 果然的话呢 还是我们中间这个船快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期的话 最快的船 就是我们这个船 不过可惜就可惜在于 这个船很容易碰到霸杆 那木薛 老师卡的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填补一下吧 其实 有时候呢 还不见得 有时候这个船 是可以成功的飞出去了 我给大家看 诶 这样子一下的话呢 这个船一下就飞出了 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的话 这个船要飞出去的话呢 还真的是要看运气 有时候它会被我们的铃铛给卡到 只要没卡到 它的一个船的一个速度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比我们刚刚右边这个 纯铃铛 不买铃铛的一个船的速度 要快一下 很多的 这的话呢 如果大家想要提高到一个 极致的速度 我还是推荐于我们整个 呃 空一个铃铛的一个船 当然呢 最快的 还是个空两只铃铛的船 这个船的话 一个这个完美的实现呢 我只是实现过一次 所以的话呢 也非常地遗憾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感受 像我们第一人称 来乘坐一个 这个非常快的一个 音速船的感觉 来 现在 三二一开始 哇 哇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爽快的 不过的话呢 很遗憾的就是 生存中没有这么多铃铛 所以我们只能用到 咱们第二个道路 这样的一个 一个铃铛加速的船 当然这个船的话呢 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咱们再来体验一下 我们生存模式下 利用到我们切实机 作为一个道路 一个这个音速船 当然这个船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已经是 生存模式下一个 非常快的一个 这个音速船了 而且我们的切实机 一个制作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的 三个石头 加一个铁钉 就可以做一个 这样的切实机 由于相当于 你只要在村状 免且多取一个 咱们这样的一个铃铛 然后后排 百之一横排的切实机 就可以做出一个 像我这样的一个 超音速船 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 应该不需要 我多加一个这个解释吧 就是一个铃铛 后面百一横排的 一个这个切实机 这也是一个 咱们这个系列 卖的一个特性吧 我反正感觉 这种特性 也是非常好玩的 好的 那本期的实况 谢谢说的 视频呢 这个带着 那你也可以来 下载我只张的 一个这个地图 进行的游玩 我会把这张地图 放置在我视频简介下方 大家下载一张地图 到你的视线当中 那也可以来游玩到 我这样的一个 这个音速船吧 因为我考虑到 很多小分 可能自己不想 手动搭线 所以的话 我会把这张存档 给共享出来 给大家游玩 好的 投一笔关注 收藏和点赞 那我们下载吧 bye 大家好 我是孟宣 那么每天呢 我都会在这个 自频道更新视频 如果你喜欢 本期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和关注 那如果你感觉 这些教程还不够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 自频道转一转 说不定有 你喜欢的东西 好的 那我是猪猪猫 现在我们下期吧 bye